孙女啊,最近爷爷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题目,问50公斤的棉花,50公斤的女生,和50公斤的铁块,哪个最重? 那还用问吗?肯定是女生最重了。 那为什么呀? 哪个女生会傻到说出自己的真实体重啊?实际体重肯定比她说得要重。 这么说好像还有点道理,那赵丽颖说,她的体重是40公斤也不可信了。 不管你信不信,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,不过最可气的是佟丽娅,她说自己最近胖了,体重达到45公斤了,需要减肥了。 可是,把赵丽颖和佟丽娅的体重加起来都还没我重,她还要减肥,这还让不让人活了? 谁这么无聊,出这么个体? 是啊,我也觉得把女生加进来确实有点无聊。 好,那我换个问题问你,100公斤的棉花和100公斤的铁块,哪个比较重啊? 棉花和铁块都不会说谎,所以,它们是一样重啊。 这个问题好像没那么简单。 儿子啊,你是大学老师,你来回答一下100公斤的棉花和100公斤的铁块,哪个比较重啊? 我看一下题目,好像题目没有说清楚啊,这100公斤指的是质量还是重量啊? 问的好像也不清楚啊,也没说清楚是质量比较重还是重量比较重。 那我们假定100公斤是重量,那谁的重量比较重呢? 那它们就应该一样重啊。 那如果100公斤是质量,那谁的重量比较重呢? 那还得看是在空气中还是在真空中? 那当然是在空气中啊。 如果是在空气中,因为棉花的比重,要比铁块小很多, 所以100公斤棉花的体积就会比100公斤铁块大很多, 那棉花的空气浮力就会比铁块大很多。 所以,质量100公斤的铁块,其重量就会比质量100公斤的棉花的重量重。 那你能算一下,它们的重量到底差多少啊? 我们知道,一个物体的重量等于物体的地球引力减去空气浮力, 以至棉花的比重是1.55乘以10的三次方公斤每立方米, 铁块的比重是7.83乘以10的三次方公斤每立方米, 空气的比重是1.225公斤每立方米。 这样,我们可以算出100公斤棉花的空气浮力大概是0.079公斤, 而100公斤铁块的空气浮力是0.016公斤。 那么,铁块的重量比棉花重大概0.063公斤。 当然,如果在真空中浮力是0, 所以质量和重量是相等的。 那如果100公斤是重量,那谁的质量比较重呢? 一个物体的质量等于其重量,加上它的空气浮力, 所以重量100公斤棉花的质量就会比重量100公斤铁块的质量要重0.063公斤。 老爷子,听明白了没有? 嗯,听明白了,主要是我忽略了空气的浮力。 除了空气浮力的影响,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。 我举个例子,假如1米60的攀长江和2米20的姚明的身体重量相同, 不考虑空气浮力如在真空中,谁的质量会比较重呢? 你刚才不是说在真空环境里没有空气浮力, 不管体积大小质量和重量是相等的吗? 这个我还真答不上来。 我们知道,物体的重量是由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来决定的。 为简化问题,不考虑地球自转所产生的影响。 那么一个物体在地球上的重量等于万有引力常数乘以地球质量, 再乘以物体质量,然后除以物体质量中心与地心距离的平方。 显然,姚明的质心要比攀长江高,所以,姚明与地心的距离要比攀长江远, 距离越远,根据万有引力定律重量就越轻。 那么,如果重量相等,距离越远,质量就越大, 所以,姚明的质量会比攀长江的质量重。 当然,因为地球半径非常大,物体的尺寸通常小到忽略不计。 那是不是有点钻牛脚尖了? 那我问你,空气中重量100公斤的棉花和重量100公斤的铁块在水里面称, 哪个重量会比较重? 这个问题还是留给网友来解答吧。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和留言。谢谢